如何向上社交让贵人帮你改命呢?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几个有能力改变你命运的贵人 大家都想向上社交 但是贵人凭什么帮你? 你有什么利用价值? 这个世界只有父母才会无缘无故地帮你 所谓的贵人相助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佬 看中了你的某一项能力或者资源 想利用你帮他赚更多的钱 而你趁机抓住了机会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成功上位 帮大佬吃肉的同时 自己喝了一口汤 这就是贵人 而不是说有个大哥莫名其妙看你顺眼 给你转账一千万 这不是贵人 是傻子 大哥如果这么傻 能赚到钱吗? 欢迎来到安之物人生频道 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深情体悟 感受生命的美好和意义 与您一同探索心灵的深处 为生活的点滴增添温暖与思索 记得订阅频道 点亮通知 不错过每一段感悟人生的旅程 能成为人上人的都是人精 一个比一个现实 人脉的本质就是互相利用 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有很多朋友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就没朋友了 这没什么可抱怨的 越穷的人 发现自己被人利用的时候 就越不爽 而有实力的人 往往喜欢被人利用 真正懂人脉的人 是绝对不会等到 需要求人拜事的时候 才去送礼的 一定是先把人情送出去 不求回报 不谈条件 一旦你让有实力的大佬 欠了你的人情 对方一定会十倍奉还你 不用担心 大哥占你的便宜 把你忘了 一个人的成功 不可能只靠他自己 一定有一大群人在帮他 一个会欠人情不还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很多人 愿意帮他呢 能够混出名堂的人 滴水之恩绝对涌泉相报 没有例外 他两年前吃了一个橘子 他都还记得 越穷的人越喜欢占便宜 穷人能够花关系搞定的事情 绝对不会花钱 到处欠人情不还 到最后人脉越来越差 越来越穷 还自以为很聪明 而有钱人能花钱搞定的事情 一定不会欠人情 所以当你真正主动 想被大佬占便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人情没有那么容易送出去的 如果对方觉得 你没有利用价值 根本不会接受你的八戒 因为他不想被你利用 他知道收下你那不值钱的土特产 马上你就有求于他 马上就要利用他 大家都知道 人脉很重要 所谓的发展人脉 就是找到一大堆牛逼的人 搞好关系 随时利用他们 那么你的利用价值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想被人利用 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 别人凭什么被你利用 有一种很可笑的言论是 挤不进去的圈子不要应急 错了 挤不进去的圈子才要应急 能自然融入的圈子 多数都是向下社交 哪怕评级社交都是需要主动的 所有向上社交都是应急 你难道想让马云主动跟你说 小伙子 我看你长得挺帅 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 挤不进去的圈子 当然要应急了 万一挤进去呢 挤了十次都失败了 无所谓的 也就丢脸了 穷都不怕 你还怕丢脸吗 是不是越穷的人越敏感越好 面子大不了 人家瞧不上你吗 万一第十一次挤进去了呢 我身边有钱的朋友 硬衬圈子 最后事业越做越大的案例 数不胜数 向下社交 当然会让你很舒服 向上社交 当然会让你自卑和焦虑 选择安逸并不丢人 但是总有一些人 像我一样不甘平凡 我们这些渴望成功的人 也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自己选的路 还有钱人说 有钱人只跟有钱人交朋友 凭什么要跟你交朋友 人家也想向上社交 为什么要跟你向下社交 错错错 有钱人身边有太多有钱的朋友了 他真的不需要再多交一个有钱的朋友了 有钱人想结交各种有利用价值的朋友 一个医生可以在大哥的儿子肚子疼到满地打滚的时候 告诉大哥不要担心 只要吃点什么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一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企业家 在面对自己生病的儿子的时候 也会紧张到手足无措 你的一句 放心 小问题我马上过来 你就 就是他一辈子的好兄弟 如果你是模特公司的小职员 能够经常喊一些女模特同事出来 参加大哥的酒居活动 你觉得你有没有利用价值呢 如果你是幼儿园老师呢 是个家政公司的小领班呢 是个书法家呢 其实向上社交的关键 就是你必须是个有利用价值的人 在某一个领域必须很专业或者有相关的资源 如果你是一个少儿篮球培训班的老师 要学历没学历 要编制没编制 只是一个临时工 本来家长把小孩送过来也只是来玩的 也没指望小孩长大以后打篮球 所以对作为你这样的授课老师 他根本不在意 你也没有机会跟家长向上社交 人家懒得搭理你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发起一次家长会呢 在家长会上 你告诉家长们 你妈妈身高159 爸爸身高169 你以为饮食搭配合理长到了185 你看看那些家长会不会两眼冒光 你给家长们再提一些孩子的营养建议 很多观点都打破了家长们的认知 让他们既震惊又觉得受益匪浅 你看看家长们会不会拿一个小本本都记上 家长会结束以后 你看看那个开着老死来死 但是身高不到一米七的大哥会不会来主动跟 你交朋友 这就叫主场优势 如果你一无是处 你指望向上社交 让贵人帮你改命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活到了一把年纪 不仅一事无成 甚至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价值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有的人甚至明明觉得这条视频对你很有帮助 一个免费的赞也不愿意给我点 生怕自己吃灰 所以 结交贵人的关键 其实是在向上社交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优势 放大优势 然后主动被占便宜 当你把很多人情送给这些比你强大的人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人脉越来越强大 帮你的人越来越多 事业越来越顺利 不要谈条件 只有额外给的才叫人情 这条视频对你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误进去的话 再看一遍 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加油 陌生人